各位网友的家欢迎收看许多来 我是老徐 来咱们聊聊女足吧 本来呢昨天女足啊 我这个节目就应该出来啊 但是话筒不争气 对吧 给我录了整个的一期 全是表情啊 没有声音的节目 所以呢这个表情就浪费了啊 咱们只能重新再说一遍 过说一遍也没关系啊 这个因为我对女足的这个激动的这个心情啊 还还是一样啊 说实话 整个的这个油管 中文媒体里面 如果你要听这个 某些吧 某某几个啊 这个体育类的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如果你打开的是我的频道的话呢 那就对了 因为我对某一些这个行目 这个行业的这个项目的了解啊 确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吧 不敢说多专业 有一些自己心得 其实这个要说女足的话呢 这个 包括说啊 你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你肯定会说到男足 我看就像那个黄建祥赛后说的啊 这个非常激动 有有很多的这个现场解说啊 自己都哭了 确实看了以后令人感动 对吧 同时的话呢 也夹杂着一丝这个感觉到为男男足的这种丑陋的表现啊 感到羞耻 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 我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啊 最近整个在中国足球圈发生的事情 先把结论告诉你啊 我的我的这个节目就这样 然后咱们再倒回去 我再和你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句话呢 女足这次的这个胜利 它是一个下课上的一个奇迹 说实话 这种概率啊 非常非常的小 多小呢 我就这么说吧 就像你在大学里面 比如说你一个大学选修了这个 可能说有一个学期啊 选修了大概15门课 你来不及15门课都花一样多的这个精力去去这个背 去去做题目嘛 对吧 有些课准备的多 有些课准备的少 甚至有些课就不准备了 到时候的话 可能也就让他去了 然后就到了考试的时候 就去考了 或者说啊 就在考试的前一天 甚至是前几个小时 打开书 翻一翻 看到的就看到 看不到的话 就凭临场发挥了 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 我有啊 然后就凭你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功底 你去考这考这个是 一般来说的话呢 差距题外话 你像这一类的考试啊 如果说大量的全是那些这个论述题 答辩题 其实反而好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写成一篇作文 旁征博引 对吧 最后你不靠你的这个内容有多专业 靠着你的字数 你最后也能够过关啊 就是靠着你的这个详实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引进据点吧 最后你把这个考试就去考了 最后没想到这个考试结果是什么 你考了一个95分 女足夺冠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事情 你从来没有去复习过 最后考了一个95分 因为它就是一个奇迹 我一会儿会告诉你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奇迹啊 这是我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咱们得说说男人 老爷们那边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说白了 一句话来概括 中国男足 咱们就不要说中国足球啊 因为女足属于属于这个特殊现象 中国男足的问题 用一句话来说 叫两个字 哪两个字大家猜得出来吗 就是足写 足写 如果他 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个怎么讲 管理模式啊 其实中国足球挺难的 我觉得 甚至我比较悲观的觉得 我觉得没有任何改变现状 没有任何出头的机会 咱们具体这个一点一点来说 咱们先说说这个女足的事情 女足的话呢 咱们一杆子得知道半年前 就如果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 应该知道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对女足的表现啊 应该是比较不满意的 因为女足表现不是差 是相当的差 差得吓死人 2比8输给荷兰 连踢那个非洲的那个赞比亚是4比4啊 赞比亚是什么国家 一天三顿饭 两顿要喝那个棒子面粥 就那么穷的一个国家 就这种身体素质 你踢他4比4 中国女足什么水平 客观的说 中游 应该是中游偏上 当你有一波好的苗子的时候 对吧 如果就像碰上一个在水庆侠这样的这个 懂孩的 又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教练 调度得当 也许啊 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一流的行列 说句实话 中国对现在不是一流啊 不要觉得好像 坑枪玫瑰又开了啊 奇迹之中绽放了这个花朵 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我一会儿告诉你是什么 中国女足这个现象完全是一个反常的 大家养过水仙花没有 你养水仙花 它老不开老不开 最后呢 你就像这个以前咱们有时 有时经常会做了一个动作 我估计现在这个网友没有这机会了 因为以前比如说你这个单位 或者说你学校里面有食堂啊 你食堂里面 你对吧 这个吃完饭 然后一般的咱们有个习惯 接那么一碗半碗开水啊 然后整个这个晃一晃 喝几口 然后呢 倒掉 有的时候的话呢 好玩就倒在那个水仙花里面 开花了 你把一盆这个油汤水倒进去啊 开花了 当然不能是烫的啊 就是你这个怎么 怎么怎么这个就是哎 给他这个弄啊 给给给他这个温度啊 就不开 然后油汤水一倒就开了 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知道吗 咱们先不说水仙花 咱们说回来 当时整个的话呢 说实话 我就是就是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整个中国女族最大的问题 就是贾秀全 贾秀全的水平 只能带青年青年队 青年队说句 这个不好听的 对吧 反正小孩 你这个带不好 带不好你也带不坏吗 对吧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说实话 我是希望他青年队也不要带了 他那套东西太落后 而且啊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啊 贾秀全的问题 有可能还不是不完全是记战术的问题 说不定还有些其他的事情啊 咱们一会儿来来这个具体的来说 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话 我就我就说了一句话 整个中国女族就贾秀全 他最多只能够带青年队 只要他带成年队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必然差 你像这次整个的这个最关键的两场球 半决赛赢日本 十几年没有赢过小日本啊 你知道这个小日本很多球员没有一米六啊 一米五十几啊 一米五十几 咱们说句不好听啊 你要真跟这个 像那个身材稍微魁梧一点的 什么挪威啊 德国一只手能够把一个人给给低溜起来啊 就这种身材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啊 十几年踢不过他 日本的水平是什么水平啊 中日韩三支球队里面 他是他是最好的 满分一百分 日本能打85 80到85吧 咱们就这么说 他是接近一流的 中国说句实话 你要照正常的这个水平的话 中国应该是在75到80 但是这支中国队只有75分 最多了 为什么 我们是从奥运会的这个失利的这个 就是几个月之前啊 从这个心情里面过来的 你被人家和荷兰8比2 什么时候输的这么难看 这个喝棒子面州的这个国家 4比4把你给踢平 有过这样差吗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贾秀全合同到期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水庆霞作为代理教练 接手 先是打了全运会 千辛万苦 九牛二虎之力 赢了四场球啊 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因素 我就不说了啊 说句题外话吧 我看水庆霞 时间很长了 当年我看水庆霞的时候 我的手机还是爱立信呢 不是索爱啊 不是索尼爱立信 就是索尼和爱立信 还没有这个结婚到一块呢 爱立信 就就那么个小的 啪的一个翻盖啊 这样这样接的 当时整个你这个 这个手机 你要用的话 还要交一个入网费呢 当年我我我记得非常清楚 水庆霞 他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 就是一个超级牛逼的人 他和孙文不是一代啊 还是差的差的 有那么 有那么几岁吧 我记得水庆霞应该是66年的 孙文是73吧 两个人其实还是差了岁数 但是当时你要知道早些年的话呢 其实因为观赏性 因为各方面原因吧 就女足联赛和男足完全是不可比的 但说句实话 中国的这个这个女子的足球水平啊 其实其实是挺反常的 真的是挺反常的 因为你知道投入和和产出是成正比的 大家能够理解对吧 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哪怕就是在五年前 中国女足注册的这个球员 五千个人 你敢相信吗 14亿国家的人口 五千个职业球员 就算是到了今天 也才八千个人而已 八千个人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都在里面了 整个整个这个欧盟大陆的 他们那些国家加起来 职业运动员 120万 你像那个德国啊 法国啊什么 全是10万以上的 比如说你说美国吧 你猜猜看美国有多少人 15万 25万 300万 你敢相信吗 美国注册运动员300万 投入和产出成正比 理解了吗 我们才八千个人 所以你知道我说的奇迹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但是这个东西也只是什么 就像你一盆油糖水浇进去 开花了 但你靠这个东西永远这样行吗 不行的 你还是要靠你的这个职业体育的基础 职业体育 它是一个金字塔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塔基牢固了 你才能往上面搭 你一共才这么点 对吧 你你往上搭 你觉得这不就倒了吗 先不说这个 咱们先把水浸海这个说完 水浸海当时自己在做球员生涯的时候 就是一个 他整个的这个技术动作 我看完以后 我就我就这么来跟你说吧 感觉就不像个女人 他整个身体素质非常棒 左右脚很平均 你像以前那个老女族 那个那个就是99年世界杯 那一届嘛 水浸海受伤了 没赶上 他呢 打了那个95年的世界杯 当时中国女族是拿的是第四名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95年的时候拿 还有女族世界杯啊 对吧 因为大家脑子里面都记得 94年的这个男族的世界杯啊 说实话 我们当时也不是太当回事情啊 但99年那一届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大放光彩 包括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中国女族拿了银盘 这个里面就有水清霞 99年很可惜他受伤了 如果他没伤的话 你想一想 当时整个中国的这个风险 多么的豪华 孙文刘爱玲 你像孙文和刘爱玲 两只脚 左右脚很平均啊 左脚也有右脚80%的水平 你像那个刘爱玲 大家如果印象非常深的话 对那个女族 还有记忆的话 半决赛4比0打挪威 刘爱玲凌空抽进去那个球 这不像是女人踢的 看那个角度 看那个力度 对吧 直接挂进去 完全就像是男族 就像马特乌斯踢出来的 对吧 就当时女族就这水平 但你要知道 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就中国的 我只能说中国的这个女人太牛了 就是完全是在这个基础的这个人群非常少的情况下面 练出来的 就是就是那么牛逼 水清霞呢 他最早是练田径的 跳远和五项全能 所以身体素质爆发力啊 弹跳力相当出色 核心力量也很好 英文叫core muscle 相当强 他整个这个球员生涯的话 斩获荣誉无数啊 联赛冠军 超霸杯冠军 全运会冠军 包括国家队拿下什么亚洲 这个就不说了啊 我就我就跟大家说两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 我去现场看过水清霞 哇那一那一角色们 那那个力 那那个发出的声音是很大的 真的是有声音 咚的一下就是啊 真的不夸张啊 他生完小孩以后 再回到赛场 进球比以前进的更多了 三十四五岁的时候 还在国家队里面 就是这样水平的运动员 你想想 你就放到今天的男组 你去看左右脚都很平均的 你跟我说有谁 你能够你能够说一个名字出来吗 一个都没有吧 左右脚水平都很差的倒有 对吧 左右脚实力都要平均 都要控球传球 是我们比较比较出色的 有吗 没有 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你再看这个最关键的两场球 一场打那个日本 这场其实是最关键 我觉得比那个决赛还难 因为说实话 日本的实力 确实是在我们之上 你别看他的 这个个子全是这样的 对吧 他就是在我们之上 两次被打进 两次板平 那场球最委屈的是谁啊 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王珊珊就队长 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没有其他人了 他被这个顶在了这个中后位上面 他必须拉回来 防守的时候 要带着这个全部的这整条防线 年轻球员要顶住 最后的话呢 咬牙拼了120分钟 最后顶上去啊 还打进绝平的一个球 拖到加持赛 最后一分钟 逼平日本队 进了加持赛 所以士气在我们这里 所以你在看整个的到了点球以后 最后我们扑了两个出来 那场球胜利以后的话 所有人都疯狂啊 只有水静下没有疯狂 这个你就知道了 优秀运动员啊 他的这个目标 视野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知道 你对待比赛结果的态度 就是你 给自己设定目标的这个态度 如果你把这个半决赛当决赛 一样庆祝了 也就没有后面韩国队那场 这个惊天大逆转了 对吧 当然咱们这期节目啊 时间会非常长 所以呢 惊天大逆转 咱们留在下半集再说 好 那么上半集呢 先到这儿